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月明死的前一天 他们夫妇两个还荣光焕发地参加了一场宴会 中月明看起来非常健康 而在第二天下午 中月明就被发现已经去世了 他的家人回应外界说 中月明是死于心脏病 可是有媒体报道说 中月明是死于服用药物过量 关于中月明的死因 我们不做过多猜测 可是李嘉诚和蔡伯利之间的一段对话 让这件事情又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秦英是在中月明下荡的七年后 他的坟墓突然被盗墓贼光顾了 李嘉诚无奈之下 只好安排王岐的坟墓千坟赤仪 一向看重风水的李嘉诚 在面对这件事情上 自然免不了要找风水大师来看一看 于是他就找到了蔡伯利 蔡伯利却直接开口 向他开价200万 要知道 这在香港风水界 已经算是很高的报价了 李嘉诚问大师为什么这么贵 蔡伯利只回了他一句话 女王妻死得惨 李嘉诚听后心底既震惊又难过 脸上马是错愕 最后乖乖答应蔡伯利的报价 随后蔡伯利仔细询问了 李嘉诚和妻子的生成八字 又要来了他们子女的生成八字 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帮助李嘉诚顺利为妻子签坟 而蔡伯利确实并非贪财之人 他在得到那200万之后 并没有放进自己的腰包 而是用那200万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值得一提的是 此后李嘉诚在香港大学捐赠了一栋楼 名为庄越名楼 是为了纪念妻子而建 可是关于这栋楼的风水问题 民间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二 陈朗 李嘉诚御用崩水师 并为李嘉诚抢付医药费 陈朗听上去好像不太出名 但他在香港还有个广为人知的称呼 陈伯 他是一位断定李嘉诚会成为香港首富 指点娱乐圈某位富商 杨先生东山再起 他是香港最不贪财的风水大师 却也是最被富豪们敬重的风水师 在他生病时 李嘉诚都抢着为他付医药费 在李嘉诚30岁那年 还没有现在名气那么大 只是一个小工厂的老板 算不上富豪 两人初识是在一次酒会上 陈朗问李嘉诚 你觉得自己可以拥有多少财富 听到这个问题 李嘉诚感觉有点懵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面对声望很高的大师 李嘉诚不敢怠慢 仔细一想 很谨慎地回答道 这一辈子如果能够赚够3000万 我就很满意了 听到这个回答 陈朗笑了 可不止3000万呀 你命中注定要腰缠万贯 钱多的能溢出来 相信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李嘉诚的财富令人难以企及 他曾经多次蝉联亚洲首富 被世人称为香港风云人物 而富商杨先生 当年最初创办公司的时候 陈朗早就已经成为了 德高望重的风水大师 但由于陈朗本人行事 为人极其低调 杨先生不认识陈朗 两人并无关系 后来事业有成的杨先生 经朋友介绍 得知陈朗是一个得到高人 在风水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 杨先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拜访陈朗 借以扣见天机 没想到陈朗见的杨先生的 第一句话就是 你未来一年内要倒大霉 当时杨先生的事业蒸蒸日上 毫无半点颓痞之态 年轻期生的杨先生自然不幸 觉得他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 并且气得把几百块钱拍在桌子上 转身走人 然而事事难料 陈朗一米成衬 几个月后 杨先生公司由于拖欠贷款 被汇丰银行没收 一时之间 他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老板 变成了辛苦赚钱的打工仔 落差极其之大 绝望崩溃的杨先生 心急之下想到了预言 他要倒霉的陈朗 他赶紧准备了厚礼 前去拜访陈朗 态度恳切 希望逢兄化吉 遇难成祥 陈朗也早就知道 杨先生会再次找他 告诉他 他的转机在西方 并且前途高远 绝不会止步于此 在陈朗的指导下 杨先生投身于中东外汇 很快就补齐了欠款 拿回了公司 经历这件事之后 他明白了 陈朗的能力 对陈朗言听计从 每每遇到事情 他都会去请教陈朗 在陈朗的帮助下 杨先生事业越做越大 能力初衷的陈朗 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 大赚一笔 大肆敛财 毕竟香港有的是富豪 愿意在此投掷千金 但是陈朗却不在意这些 为人指点大多亿据 如果有实在推迟不过的 才收取一点点费用 每每指点完 还要提醒来人 要多行善举 报答社会 3.李居民 凭本事发掘 世界上手持海龙化石 香港算命大师 李居民的事业 不光局限于香港 他在国际上 有着相当响亮的名号 原因就是 他曾用中国勘于飞星 为美考古学家寻找恐龙 并且在2002年 成功发掘 世界上手持海龙化石 也是首位被美家著名 班财宝石矿 破天荒 以其名字命名的人 而在香港 李居民也时常上节目 指导明星家中的风水布局 在天天开运王的节目里 关之灵公开了自己一套 价值不菲的豪宅内景 李居民参观了 关之灵的豪宅 同样是赞叹不已 不过他赞叹的不是房子有多大 衣帽间有多豪华 而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说 关之灵的这套豪宅 必称为风水宝地 事业通透 无足财路之屋 重点是这套豪宅坐落在香港龙脉之上 能够俯瞰的不只是香港的夜景 还有龙脉 这才是令李居民赞叹之处 而李居民也提及 关之灵是满洲正白旗的后衣 属于瓜尔家世 与敖拜 曹雪芹同宗 这更有利于他聚气生财 回头来说 关之灵的豪宅虽大 可惜人丁淡薄 320平米仅有他一人与一只狗居住 未免也太空荡了 为了增加人气 关之灵日常也喜欢呼朋唤友 到家中做客 这也是过去常常令他这套豪宅内部 结构不经意被曝光的原因 总而言之 不管是从风水的角度 还是居住的环境来说 关之灵的这套豪宅 真是损盘中的损盘 虽然不知道他请来师傅 看风水是什么原因 不过经过师傅这一番赞美后 相信豪宅价格又有了提升的空间 日后若是关之灵住腻了 想要抛售 必然会得到一个更理想的价格 4.陈振宗 靠风水骗局调走亚洲女首富32亿 以上是三个有着真才实学的 郑宗风水大师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半路转业的业余风水大师 陈振宗 被称为史上最强软饭男的香港商人 陈振宗靠风水骗局 调走亚洲女首富32亿 又意图谋夺400亿港元遗产 被判入狱12年 婚姻表现良好减刑 于今年7月3日刑满出狱 整件事情要从香港华贸集团 原主席王德辉被绑架的事情说起 王德辉妻子龚如新 按照要求将3000万美元 存入指定银行账户后 却再没有王德辉的音讯 后来绑匪被警方拘捕后 共处已将王德辉抛入公海 生死未卜 赌信风水的他 希望通过大师寻人 陈振宗并不精通风水 但基于把墨人的心理 直到龚如新寻夫心切 他开始装神弄鬼 设计下套 根据《一周刊》报道 1992年 陈振宗通过香港 前立法会议员梁锦涛 给龚如新传话 表示自己通过沙盘占卜 算出王德辉还活着 只是受伤流落荒岛 这种说法戳中了龚如新的心思 第一次见面时 陈振宗观察到龚如新 经常犯头痛 于是 称称自己有按摩绝技 主动为他按摩 自此看似平平无奇的陈振宗 逐渐获得了龚如新的信任 两人关系越发暧昧 动不动每天十几二十通电话 从1993年 第一笔按摩费 到2007年 龚如新因卵巢癌去世 15年里 陈振宗从龚如新那里 赚了32亿港元 据说龚如新临终前几天 还将4.7亿港元的巨款 汇入了陈振宗旗下一家公司 最阔绰时 陈振宗手里只有19个物业 8辆豪车 两艘四人豪华游艇 以及两架四人飞机 2007年4月6日 龚如新去世第三天 其家人宣布 按照逝者遗嘱 所有遗产捐献慈善事业 但次日 一位神秘男子通过媒体发声 声称自己是龚如新 遗产的唯一受益人 这个跳出来的男子 就是陈振宗 龚如新家人得知后 拿出一份龚如新 在2002年7月28日 立下了遗嘱 其中指明 黄茂慈善基金 作为遗产唯一受益人 随后围绕高达 400亿港元的遗产 双方展开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恶战 这场征产案 在香港司法史上 还首次引入了 风水专家作证 与医学笔记鉴定 一起作为辅助证据 最终 陈振宗的算盘没打响 2013年7月5日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陈振宗手上的遗嘱 为十分高明的伪造品 陈振宗也因此锒铛入狱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